弘历一行诗人上了老烧宫的渡船 那温家的微笑着说四爷 那个囚犯书生的挂真领 咱们上了贼船 弘历一愣 随笑道 你这是想吓我 秦凤吾要真有这能耐 怎么不给他自己算算 又如何落到今天这不田地 正在外仓的那个秦凤吾 听到了弘历这话 忍不住回嘴道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君子之命不履显地 既是平安过了河 我的劝说也没错 不利于射大川偏要射 这就是伪命 刘统勋见他如此狂放 正要张口呵斥 就见温家的从烟红手里 捏过几枚绣花针 口中说道 我这就让爷瞧个热闹 一边说着话 一边把手指卡在仓底板缝里 略微一用力 那仓底板嘎嘣一声 已被他掀起了一块 娘的个脚 定下你们的狗眼 温家的说着话 右手一挥 几根绣花针 已经击射而出 弘历还没明白 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就听舱底下 玛雅传来几声惨叫 紧跟着一个破罗嗓子 大吼到黄水怪 尸疯了 快他妈救我们 几乎与此同时 这条大船失了空 像断了线的方针一样 飘飘摇摇 顺流直下 行剑中剑状一把将秦凤吾灌进舱内 自己守住舱门 行剑业 行剑兵 行剑一三人 苍郎郎 拔刀在手 一迎而出 这时就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精壮大汉 手持大板刀 威风凛凛 站在船头 那船晃得那么的厉害 这人像根钉子 钉在甲板上一样 稳如泰山 正是那化了妆的老烧工 这兵他大喝一声上我黄水怪的船 有死无生 阿尔阿三去捉那个小白脸 这三个货我包了 阿尔阿三答应一声 此时他俩手里的稿头上 已经各安上了一根一尺多长的三棱钢刺 我上学的时候啊 成绩一向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上课不认真听讲 老师在上面讲话 我就在下面画画 我们那个美术老师觉得我还有点画画的天赋 还想培养我来着 后来我们那班主人不同意 说这孩子本来成绩就差 你再教他画画 那他考试更不及格了 那我都画些什么呢 三国小儿书里的战争场面 尤其爱画各种兵刃 什么高枪剑戟 抚插钢钢朔棒 边捡锤抓 拐子 刘杏 什么带钢的 带尖的 带尖的 带刺的 带额尖的 带铁锁链的 打着 出去的 收的 回来的 最爱画三大件 郭老爷的青龙艳月刀 吕布的方天画剂 和鲁智深的水魔缠障 唯独还就没画过三棱钢刺 怎么样 这段罐口还可以吧 挂去挂去 挂去挂去 还真是 唯独没画过三棱钢刺 一次都没画过 为什么呢 一是不好看 二是不好画 三是这东西吧 瞧着叫人感觉这么渗的画 当然了 十八班兵刃里面也没这东西 三棱钢刺的横截面 成外字形 这种设计结构 使得刀身十分坚固 刀尖和刀刃十分尖锐锋锋利 不管筒上多硬的东西 都不会变形或者折断 而且其所造成的三角形创口 也比普通匕首的 一次形创口更难愈合 三个大雪槽子 算了 我就不说的那么血腥了啊 雪槽是用来干什么的 大家也都知道 总之吧 也不知道谁研究出来这东西 丑了巴基 杀伤力第一 当年解放军的五六师钢刺就是这种东西 敢使这种家伙的主 那绝对是狠绝 只见阿三用手里的长长的带着三棱钢刺的稿 隔着主板从船围猛的扎了进来 好像要把舱内的几个人像穿堂葫芦似的 给它穿透了似的 只听嘎巴两声爆裂的声响 长稿从后舱直接穿过 竟然透出前舱 站在舱门边上的秦算 我就觉得左肩膀一凉 伸手一摸黏乎乎的 再看肩头已是血肉模糊 只见他浓眉倒树 虎目圆睁 一下子就轰过去了 书生哪见过这个阵势 弘历一见来势不善 情急之间双手板了舱顶横幕 身子一翻 紧贴着舱顶 堪堪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 阿尔的另一根长稿 也从外面透过船板扎了进来 三棱钢刺的尖指扎进来 一尺来长 便被温家的一只手紧紧的攥住了 那阿尔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往外抽那只稿 那稿就像汗在温家手里似的 纹丝不动 阿尔又气又急 乌里哇拉的一阵乱叫 大家这才知道 原来他是个哑巴 温家的一剑红利腰间 悬着一把消水果用的小刀 说了声戒爷的刀 已是倾刀在手 一甩手隔着窗户就置了出去 那阿尔猝不及防 飞刀正好扎进 他眉心正当中 整个刀身都磨了进去 阿尔扑通一声 像个木头似的仰面倒在甲板上 眼见是over了 温家的笑道 四爷这把刀真好 赏了老婆子吧 红利大声道 那是红毛国进贡的 萧姐如泥赏你 话还没有说完 只见阿三眼睛都快蹦出血来了 端着稿又刺了过来 红利剑壮急忙躲闪 说时迟那时快 温家的纵身向后窗一跃 已经跳到了船尾的甲板上 跟阿三打在了一处 刘统勋和刑剑业 两个人把红利夹在了当中 英英手里攥着一把铜钱眼睛 盯着舱外 再看那船头的黄水怪 跟刑家三兄弟已然交上了手了 以三对一堪堪打成个平手 那黄水怪灌坐船上的勾当 身子在甲板上进退自如 低舟乱转 三兄弟禁不住船身的摇晃 脚不亮腔招法凌乱 几十个回合下来 兄弟三人的身上都已经挂了彩了 只因怕黄水怪进舱伤了红利 三人拼死守住舱口 黄水怪虽然占了上风 无奈这三个人此刻都是已经 对活着没信心 对死了有决心的 招招都是同归于尽的拼命杀招 所以黄水怪一时也难以攻破 此时就听阿三在后面怪叫道 那贼婆子厉害 老二已经死了 啊 跳水凿船 黄水怪大叫一声一翻身 便跳进了惊涛骇浪之中 船尾的阿三朝着温家的面门虚晃一搞 看了看甲板上的阿尔的尸身 惨笑一声 也撒手扔膏 头水而下 船上没了敌人 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红利的身边 秦凤捂捂着受伤了肩头 刚说了一句 我说的不利于大川 老爷们偏不 那个信字还没出口 行老大 啪 一个耳光子就扇了过来 张口骂道 都是你这张臭嘴给方的 你他妈非死在这张嘴上不可 红利怒吓了一声 不许吵 现在咱们是同舟共计 你们快看外面 众人这才留意 船已经飘到了一条大河与黄河的交汇口 清水与黄水激荡掀起了六七尺高的浪 巨大的漩涡仿佛要吞噬一切 眼看着就要翻船 红利着急的叫道快落翻 燕红闻声一跃出舱 干净利落的用刀割断了绳索 那大帆哗的一声落了下来 船身立时平稳了许多 然后燕红又操起阿尔的那根主稿 直插河底猛力一撑 那稿弯的像个弓一样 发出吱吱的呻吟声 大船慢慢的躲开漩涡离了险境 刘统勋陪着惊魂未定的红利一起出舱 只见水面宽广 烟波浩渺 两岸的样貌都已经模糊了 秦凤吴在一旁说道 那贼刚才说要凿船不可不防啊 一句话提醒了红利 忙吩咐道 打开舱底板 下面还有贼呢 温家的笑道 他们都中了我的散魂针 如今烟有命在 说的话随手揭开了两块舱板 带红利向你看时 只见两具尸体卷缩的像大虾一般 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面出来了 蹊跷流血 一动不动 红利从来没见过这么恐怖的死法 不禁心下亥然呢 他盯着温家的个烟红 许久才问道 你们竟是剑侠呀 真看不出你等竟是红线女一流人物 那温家的看出了红利的一心 扑吱一笑说道 四爷您取笑了 我们算哪门子的剑侠 您还没见过我们家老爷子的本事呢 李治台对我们家有大恩 老爷子派我们来听李治台知识的 爷甭移到别的上头去 众人正说着话 莺莺眼间指着上游的船 说道 娘 那黄水怪带着人追来了 众人文言大惊 举目望去 果见一大一小两只船 都鼓着帆逼近过来 小船的船头坐着咬牙窃齿的阿三 还有五六个水滚 大船上足有三十几个人 那黄水怪赤膊站在船头 一只手钉着大板刀 一只手摇指着红利等人大声喊道 就是这起子高而坏了羊圈 下水凿沉了他 一个也不要放好了 几个水鬼文言 青蛙般的潜了下去 红利心中暗自叫苦啊 怎么了 不会游泳 阿小梅小过这个 人家可是专业的水匪 这么宽的河面 又没有救兵 此犯性命休矣啊 他环顾众人惨笑道 毁不定秦凤吴之言 致如此之下场 你们谁会水 赶紧逃命去吧 什么叫做义高人胆大呀 那温家的此时却显得十分镇定 他一边脱去了外边的大衣裳 一边从阿二的脑袋上拔出了那把刀 冷笑道 烟红跟我下水 看看是红泽仙厉害 还是黄河鬼厉害 你们在上头防着大船来攻 说罢母女二人目光一会议 一同无声无息的跃入河中 二零九弊 难度细数四点八呀 入水连一点水花也没有 红利跟刘统勋两个人的眼睛 一眨不眨的凝视着水面 只见逆波翻涌 逐浪如舟 什么也看不见 稍微过了一会儿 离船一丈多远的地方 一股红褶泛了上来 也不知道是哪一方的人受伤了 又过了一会儿 一个黑衣水鬼已经浮尸上来 稍微一目 上流又卸下了一缕血水 一个水鬼伸出头来想换口气 气还没换完 哇的一声 便死鱼一样的飘了起来 红利等人正在惊喜之间 只见一个水鬼探出身来 迅速的向贼船的方向游去 一边逃一边 大叫道 水底下不成事 贼婆子好厉害 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 就像被人往下拽一样的 也沉了下去 又过了好一会儿 温家的跟燕红 从船尾爬了上来 一只手握着匕首 一只手凝着 满是泥沙的尸发 燕红娇笑着 对温家的说道 都了账了 船底下被凿了个窟窿 得赶紧堵住 不到半个时辰的水下恶战 让两边的人看得都挣住了 直到水鬼们细数被尖 黄水怪才算是醒过神来 站在船头 跳着脚着 嚎啕大叫道 给我杀了这些王八蛋 我的好孩儿们 我半辈子的心血 眼见着敌船使劲 众人的心情又紧张了起来 此时红利已然看出了些门道 他把众人叫到跟前 铁青着脸说道 这些水匪不像是一路人马 像是有人刻意把他们 纠集在一起 有意要加害于我 他们刚才要是上下同时动手 我们更难应付 现在我等只有拼死一战 万一我今天死在这里 活着出去的人要面见皇阿玛 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红利也不知怎的 鼻子一酸 眼角已经蹦出了泪花来 行老大说 王爷莫出此言 由我兄弟三寸记载 断不使贼人得逞 红利点了点头 又转过脸来对秦凤吾说道 我乃当今价钱四阿克 保亲王红利 和你缘分到了这地步 我现在就设了你 舱底下已经漏水了 你不能蹦吾 就去舱底堵漏吧 秦凤吾满眼是泪 磕了个头 说道我跟定了爷了 然后爬起身就去了舱底 那敌船来得飞快 转瞬之间 已经逼近到十丈远近 船上的贼人 一阵阵的起哄 这个说 看那仨女的 我要那个穿红衣裳的 那个到 那个小的龟我 又有个破罗嗓子 叫到老有老的滋味 长舵的婆娘我包了 乱哄哄的 就像一窝癞蛤蟆炒坑一样 眼见着敌船越来越近 丢轻砰的一声 两条船已经撞在了一起 弘历跟刘统勋都被撞得 跌倒在舱门口 敌船上的几个彪形大汉 带着进风一跃上船 弘历大喝一声 上 带着刑事兄弟就要往前冲 此时舱门口的鹰鹰忽然说到 四爷 他们人多 这么大是要吃亏的 且叫我来对付他们 嘴里一边说着 手里一边将满把的铜子 劈面就甩了过去 那四个人刚上船 立足未闻 以各自重了一标 其中三人仰面栽进了水里 剩下的那个人一个猎切 挺刀便去赐温家了 莺莺笑着说道 哟 你比他们结实 再补个钱 说着话 手一扬 一枚铜根 鸡舍而出 正中太阳穴 那人哼也没哼 一头就栽进水里了 鹰鹰索性提着一串小钱 站在船头 喊了声 不失你们 便打了过去 敌船上顿时又伤了五六个 这一下谁也不敢再露头了 偌大的一只船面上 被他打的人影都不见一个 红利不禁拍手 叫道 今日真是大开眼界 只见鹰鹰 翘生生的立于船头 手一扬 几枚铜根隔船打了出去 只听嘟嘟嘟几声 那些铜子成一字形 都嵌进了对面的船板上 鹰鹰得意的大声喊道 狗贼都摸摸自己的脑袋 觉得比这木板硬的就过来 对面船上的贼扣 大约是被鹰鹰这手给震住了 好一阵的沉默 一个中年人雕声恶气的说道 妈的个屎 你死了七个 我他妈伤了十几个 这个生意做不成了 下毛转舵 送爷们回去 话音一落 那船上光郎郎一阵响 已经下毛定住了 此时秦凤五也一身泥水的 从舱中出来 擦了擦满脸的泥浆 说道 好容易才用尸体跟破步 把那个洞口给堵住了 弘历迈着迟钝的步子 进了舱房 靠窗子坐下 看窗外已过了正午了 半天的恶战 此时一口气松下来 觉得仿佛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一样 浑身贪软 这悔子那条船上是既没得吃也没得喝 众人也只好忍着饥喝 温家的和行家兄弟努力撑船前行 眼看着离那艘贼船越来越远 但也没有彻底甩掉 弘历陡然又响起妙手空空的那首诗 吉林园三个字闪电一般的划过脑海 天将傍晚 带弘历等人上岸时已是人困马乏 金疲力竭了 此时虽然夕阳西下 但一天的独日 我把大地照得一片腊白啊 庄家的叶片子都晒卷了 众人都觉得燥热难当 便都坐在一棵树下略微休整 过了那么一会儿 忽见古北道上来了一个小女孩 约么十一二岁的年纪 短袖山青布裤 赤着脚穿着草鞋 手里提着瓦罐一路走了过来 秦凤吾一见忙上前问道 喂小姑娘附近可有瓜田没有 那小姑娘看了看答道 我爹就是种瓜的呀 你要买吗 买买买 秦凤吾眉开眼笑的说 我一买就买二三百斤 吃不了我兜着走 说着话便去请示红利 那还用得着请示啊 此时众人都是又渴又累 还有饿 吃瓜正合心意 只见那个女孩瞟了红利几眼 像是思索着什么似的 带着秦凤吾两个人就走了 二人走了 大约一带烟的功夫 便到了瓜地 小姑娘放下了瓦罐 喊了几声爹 只见一个汉子答应着 从青纱帐里走了出来 手里还提着把锄头 小女孩忙凑到父亲的耳边 轻声的耳语了几句 那汉子听罢也是一正 迟疑间见秦凤吾一头热汗的赶了过来 妇女二人便不知声了 那汉子憨笑着说 官人可要买瓜呀 秦凤吾顺手摘了一个甜果 掰开了咬一口 嗯 好甜 我要二百斤 那汉子说 官人你要买就买一百九十斤吧 二百斤是个忌讳 秦凤吾正纳闷 怎么会有这种混账机会 就听见稀里哗啦的一阵响 一个赤膊的汉子闯到地头 摘起个瓜掰开了就吃 口中还骂骂咧咧的说道 我是他奶奶的 瓜地不靠着路边种 叫老子好找 常常规的 叫兄弟们都过来 这有瓜吃 只听远处应了一声 冒出二三十人来 秦凤吾立刻就警觉了起来 此时就听一个人尖声叫道 哎呦 这不是白天船上那个兔崽子秀才吗 赶紧抓住他 秦凤吾一听 掉头就跑啊 强盗们提着兵刃 一窝蜂般的追了上去 红利一干人 正在树下歇凉说话 呼听到远处一阵 大呼小叫 转脸看时 那秦凤吾就像疯了似的 撒腿从高粱地里面钻出来 张开双臂 大叫道 赶紧抄家伙 响马追来了 伴随着他的声音 二十几个贼人已赫然出现在眼前 刘统勋急急地说到 温家的断后 行家兄弟护着 快撤 撤呀 往哪撤呀 人家一上来 就把红利这帮子人给围住了 只见那个叫厂掌柜的 不慌不忙地走到近前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这就叫缘分 我说 咱们也斗了一天了 现在咱们换个玩法 你看怎么样 我看着妮子暗器好准头 我挺着肚皮硬挨 你要是三标之内能打倒我 咱们便乔归乔路归路如何 其实莹莹手里早已扣了几枚童子 这已是他剩下的最后几个童子了 心说秦贼先亲亡 他瞅准了机会叫了一声打 几枚童子便射向了厂掌柜 那厂掌柜的肚皮跟胸前挨了五六下 却连个轻包都没有鼓起来 外加硬弓练到这个份上 众人看把不尽心下 骇然呢 此刻呢 温家的强打起精神 对厂掌柜的说道 哎 听说过山东端木家吗 你们是想要抢端木老爷子的标吗 厂掌柜哈哈大笑道 我说你可真能唬人呢 端木家还会接标 老爷子已经封刀都快三十年了 那温家的也不搭枪 一摸发迹取出了一叠 打磨着血量的蝉翼铁标口中说道 你不信我端木爷的门下 我给你送个信 说着话将那标轻轻的一捏 两只标直冲着厂掌柜的打了过去 那厂掌柜伸手想要捉 但标实在旋转的太快 一个不留神 呲 左手的拇指也被挡了一下 顿时就渗出了血来 温家的又取出了一片蝉翼的铁标 冷笑道怎么样 见了我们的独门暗器 还不肯相信吗 那厂掌柜的脸色已经是不好看了 正这个时候 一个瘦猴一样的家伙 见厂掌柜的迟疑 忙凑到跟前说 你不信别人 还不信我铁嘴角吗 那个小白点 真的值五十万两银子 黄水怪刚才要不是想独吞 咱们白天早得手了 这几个婆娘茶子再硬 也顶不住咱们几十个好手的围攻 过了这个村可就再没这个店了 温家的也说道 厂掌柜 你是山东归顶债的黑乌常 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 为了一个标 你敢与端木家为敌吗 黑乌常低头想了想 一来是五十万两银子的诱惑 实在是太大了 二来自己率众长途奔袭 却是损兵折将 今天要不争回这个脸 恐怕山寨之主的位子也难保 他沉着脸一挥手说道 上 杀光灭尽 心里干净 土匪们得了令 嗷嗷叫着就冲了上来 双方旋即展开了一场恶斗 这帮土匪可真不白给啊 武艺了得 一个个像疯了似的往红利的身边猛攻 燕红跟莺莺互助红利 温家的与刑家哥们在外围死战不退 刘统勋跟秦凤武也胡乱着挥舞着手里的刀 加入了战团 双方都玩了命了 正在这危机关头 说书的必然得有这一句话 只听屯子那边罗声大作 人喊狗叫 听这动静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 刘统勋以为又来了大谷的土匪 心说话这下可是彻底完了啊 此时就听那温家的兴奋的说道 四眼乡民和土匪们定上手了 原来刚才的那个小姑娘 非是旁人 正是在南京差点被卖给菜五的 那个小女孩王姓 而那个卖瓜的汉子呢 恰是王老六 刚才那孩子一见红利便认了出来 见土匪们追着秦凤武跑了 便详细的把这件事跟他爹说了 老六惊诧的问道 你可认仔细了 小女孩说 像得很 算了咱们还是说普通话 在周棚里他摸我的脑袋的时候 离得他很近 他眼下有几颗麻子 我记得针肘 正是刚才坐在树下的那人 王老六说 好 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娘 叫他召集村里的人 就说恩人有难 我先过去抵挡一阵 那王姓赶紧跑回村去 气喘吁吁的把外头的事 一长一短的告诉了母亲 王氏一听说 里头有救援过自己的恩人 抄起铁锅出门 边敲边喊道 外头的人都听着 在南京送咱们回来的那位爷 叫土匪给围在屯子外头了 那些鳖王巴人不多 都出去打呀 谁不去 谁是窑子里养的 此时周围的乡亲们 也有百事好人 大家一听说受难的是恩人 土匪人又少 男人们立刻举着铁锹斧头 镰刀大棍 吆喝着互相撞着胆 蜂拥出村 见了土匪也不搭话 直接开打 土匪们腹背受敌 只得放开弘历等人 浑身应付村民 仓促间竟被打了个溃不成军 那黑无常又急又气 哇哇的叫道 弟兄们 不想当厨子的裁缝 就不是好司机 给我顶住 此时弘历在一旁观战 见乡民们虽勇 一来没有领头的 二来没有军事经验 于是便指挥到建业 你们四个上 不要叫土匪们缓过劲来 一个也不要放跑 田青 你去告诉村民 奋勇杀敌本王有赏 这 几个人领命而去 那刑家兄弟带着头就杀了过去 土匪们喘息未定 见乡民们嗷嗷叫着又冲过来 心里这个烦呢 心慌意乱之间就被砍倒了五六个 其余的已是无心恋战 曼庄家帝的四散奔逃 刘统勋大声喝道 乡亲们不能留后患 我们主子说了 拿住一个赏十亩地 这下乡民们更勇了 跟打了鸡血似的分头冲进了青沙帐里面 穷追不舍 那刑家兄弟只钉死黑无常 刀要似的粘着 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 最后黑无常慌不择路 一头栽进了沟里 被兄弟四人联手给擒住 其余的土匪一来没了斗志 二来地形不熟 不到半个时辰 全部束手就擒 只有那个叫铁嘴角的剑机的早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得无影无踪了 弘历立刻安排了临时的监防 挑选了三十名精壮的乡民 与刑舰一轮流看守着 然后又抚恤受伤的百姓 按每亩七两银子的官架 当场兑现赏银 直到天黑才算诸事妥贴 此时陈桥县令 程荣卿也已经文讯带着牙医们赶来 乡民们放翻了两头猪几只羊 买酒设宴 就在王老六家的厂院里面热闹 弘历刘统勋跟程荣卿做了首席 王老六和秦凤吴相陪 众人频频举杯相喝 酒憨耳热之间 乡民们手舞足蹈着 回味着刚才的战况 个个是满面红光 人人诚然欲醉 直到起庚师分方才各自归家 王老六也向弘历诉说了 分手之后的光景 原来王老六等二百余人 被李卫发遣回省 但老家的地已经被水冲坏了 不能再重了 官府便将这批人安置于此 贱卖了这一带的青苗 租给了这些无地的难民 分五年期以粮顶债 所以黄台的这二百多人就在此地安顿了下来 散席之后呢 成荣卿随着弘历进了堂房 坠坠不安的请罪道 在卑职的境内竟然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卑职又失察之罪 请王爷发落 说着话便跪了下来 弘历说这些贼寇都是外省来的流寇 再说士气突然 我们谁也没有料到 倒是乡民们义勇兼备奋起杀敌 匪众才得全军覆没 这都是贵县平时教化有方啊 因此功劳还是你的 所有的人犯 明天一早你亲自押送回县 严加审问 那个黑乌常给我留下来 贵县报上去一个 就说匪首黑乌常者 为乡民诛杀也就是了 至于我一个字也不要提 明白 程荣卿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位王爷不想让人知道 自己在此地遭难的事情 也好 这么一来 匪首被杀 匪中全奸 一股脑就都成了县里的功劳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他连声称事 见弘历白手命退 便懦懦连声退了下去 弘历便命行剑业 把那个黑乌常带来 此时呢 王氏送上来一块热毛巾 杏也端了一盆热水进来 弘历将脚泡在盆子里 用热毛巾擦着脸 杏又端上了一盘 削好了 填过轻声道 井里冰过的 请爷趁粮用 弘历夸了一句 好灵力的丫头啊 只见王老六一家五口都垂手势力的 便笑道 如今我们彼此都知道身份了 咱们这就算摆平了 那王氏扶了两幅说道 嫩不但救了 俺们一家 要不然咱还是说普通话吧 那王氏扶了两幅说道 您不但救了俺们一家人 俺们囤子里的一半人 都是爷从舍舟棚里提携到这地步的 您还是俺们的恩人 弘历拿起了一块瓜 咬了一口 顿觉 沁凉香甜呢 不禁高兴的 辅着信的发便说道 好丫头 可惜你娘太疼你 不然跟了我北京去 几年就出息了 那王氏听了忙道 先前的老死鬼是把孩子往火坑里送 爷要带他走 那可是孩子的造化呀 俺们八还八忘不上呢 信儿 爷收留你去北京 还不快跪下磕头 那信儿早已扶下身子磕头 起身又将弘历换下来的衣裳拿走了 在一旁的秦凤吴心里也明白 宝亲王这其实也是报恩 今儿晚上要不是那个小姑娘灵力去报信 众人恐怕就凶多吉少了 一时间见刑家兄弟压着垂头丧气的黑乌长进来 王杰仁这才退了下去 刘统勋见弘历给自己识眼色 便坐了下来 一拍桌子沉着脸喝道 黑乌长 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吗 知道杀头的罪 那黑乌长耿着脖子说道 走黑道的那一日我就预备着这一天了 刘统勋冷笑道怕不止杀头那么简单 你谋害的是当今万岁价前的皇子四阿克 宝亲王爷 你自己掂量掂量 你逃得过这一寡吗 黑乌长睁大了眼睛 恶然的打亮着弘历 显然他在下手之前也不知道对象是谁 他挣了半赏说道 就算是皇上 我做都已经做出来了 我认 弘历沉静的说道 我佛以慈悲为怀 是有不可救之心 并无不可救之人 我可以为你开一线生路 你正在盛年 又有一身的本领 我一息财 你不可自悟 那个黑乌长原本料定了自己 必备凌迟的 想不到竟然还有一线生机 蹬脚磕头说道 老爷这么说 黑乌长但凡是个人 我还能不知恩吗 小的为肥 也是叫业主给逼的 他说着 触动了往年的伤情事 进不住五内沸腾 福地嚎啕大哭 刘统勋又继续问道 你那龟顶峰 离此往返七百余里 你怎么敢到河南来结票呢 那黑乌长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道 那个跑了的铁嘴角 五天头里跟我说 有一路飙肥得很 带的银子有十几万不说 标主的仇人 肯出五十万买他的人头 现在各路的人马 都掉到南北的官道上 等着吃这块肥肉呢 总是我鬼迷心窍 带的弟兄们就下山了 哦 谁出的五十万 回老爷 这个就真不知道了 铁嘴角说他也不知道 只说那人来头极大 各路都有一个道士主持 还有一个满口金枪 嘴上没长胡子的老公公 叫潘世贵 我们这一股就守在这 听说前面还有几股呢 别的就真说不上来了 此时的弘历已然肯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想 他万万没有想到 平日里温文尔雅 谦虚有礼的三哥居然下得了这样的辣手 不惜动用江湖强梁 沿途设卡 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矣啊 思量着他对黑无常说道 我现在就可以设了你 你想走也可以 想留也成 不过我替你着想 还是留在我这里的好 因你罪案未消 官府照就要拿你 你的匪众已全数被擒 你回山寨也做不成够当了 你的黑道生涯已穷途末路 是时候弃案投明了 弘历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缓缓的又继续说道 你先前杀官截录 这个罪名可是不得了 所以呢 要分两步骑走 先到我密云的庄子上 当个副管家 过两年等事情消停了 换个名字再补到营里 几仗打下来 挣个将军副将的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这么着可成啊 保亲王轻描淡写的 为黑无常勾勒出了 后半世的如花似锦的前程 黑无常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 人几乎要昏过去了 半场他才醒过味来 磕头如捣蒜的 反复的重复了一句话 也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弘历命人将黑无常带了下去 然后对刘统勋说道 我从来奉旨钦钗 都是微福来去 人家太熟悉我的脾性了 就是秦凤无奖的 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 知命者不利 无微强之下 你去告诉成龙青 明日我要和他同路走 然后通知李福来接我 我要风风光光的进北京城 我们下注 感谢观看